台湾新闻开日期 我们要带大家来关注到的是 美国总统川普15号正式宣布 将撤离9500位驻德美军 消息一出震惊全球 川普表示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要求的防御支出 是GDP的2% 但是德国多年来都没有达标 不过北约的贡献 真正是怎么样来衡量的呢 专家就分析了 其实撤军的真正原因 很可能是因为川普本人不满 德国总理梅克尔 而德国当局也表示 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决定 各界有反弹 因为驻德美军的功能 是维持跨大西洋区域的安全 美国撤军可能会动摇 在二战之后 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 北约防御体系 美国总统川普15号抛出震撼弹 宣布将从德国大局撤离 9500名美军 约占驻德美军总数的四分之一 川普痛批德国 防卫支出长期未达标 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贡献不够 形同是占美国便宜 依照北约规定 成员国每年因支付的防卫经费 是GDP的2% 许多欧洲国家都没有达标 这回美国大砍驻德美军 引发不少争议 德国驻美大使哈勃表示 驻德美军的工作不是保护德国 而是维护跨大西洋的区域安全 也有专家认为 美国撤军恐怕弱化北约的防卫体系 甚至让俄罗斯羽翁得利 专家分析 川普对德国不满由来已久 最近又跟总理梅克尔关系陷入僵局 对于美国撤军 德国当局表示不能接受 目前有3.5万名美军驻扎在德国 未来美军在德国人数 将不超过2万5千人 川军编译